黑色弗丽萨的命名和黑洞有关 龙珠超新篇章换人原因公布 宇宙帝王在线 黑色形态横扫全场 新篇章终于开启 主角变成了孙悟天和特兰克斯 万众期待之下 龙珠超漫画终于复刊 近日 官网刊登了一个关于风太郎的新篇章访谈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篇章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弗丽萨的出现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 弗丽萨在格兰诺拉片结尾突然出现 尽管稍微有点抢风头 但却是一开始就决定好的 格兰诺拉片的始作俑者就是弗丽萨 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弗丽萨 却不让弗丽萨露面 有点对不住读者 因此才安排弗丽萨登场 为什么弗丽萨的新形态是黑色 黑色弗丽萨是风太郎和编辑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 金色弗丽萨本身就取自于金牌 在网上就很难办了 于是考虑金卡之上还有黑卡 而编辑考虑的是宇宙中还存在着黑洞 因此弗丽萨的新形态被设定为黑色 弗丽萨出现这一幕是格兰诺拉片 风太郎最喜欢的一幕 新篇章更换主角原因 风太郎和鸟山明以及其他工作人员 在讨论新篇章的时候 他们觉得孙悟空和贝吉塔一直都是主角 现在二人已经是宇宙规模了 所以想切换回地球 降低一下规模 这样剧情会变得很有趣 专门化超级英雄篇章 是鸟山明的主意 特兰克斯的同学人设公开 访谈公开了特兰克斯同学们的人设 风太郎设计了很多不同的学生形象 众所周知 龙珠系列动漫中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新的青年形象 而风太郎也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画过带有名字的地球人物了 这次能够如愿稍微有点兴奋 后续内容预告 在后续内容中 我们会看到穿着高中制服的小五出现 就像我们在官方彩业中看到的那样 而且小五还是特兰克斯的同学 因此读者们会看到一些浪漫的喜剧元素 后续内容会围绕着盖洛博士留下的光盘展开 最终内容将和电影联系在一起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电影初始状态 海德博士被捕入狱的情节 由此可见 超级英雄天的内容大概率只会画到剧场版开始 接下来会开启真正的新天章